对于赖清德来说 是不是得要一直有一个 柯文哲在那一边 始终好像办着他的案子 让他的热度不要散 让他有任何的政治风暴的时候 你看马上今天又有这个柯文哲 这个我们禁组 又有一连串的这样的相关报道 那是不是又要来盖过去 他现在最近这个风头上面 是不是嘴巴讲太快了呢 那所以要让着这个柴火 不断的烧下去 那我们看到这个禁组的报道 他说柯文哲还叮嘱说 要把钱保护好 那橘子呢 是他的这个贴身帐房 橘子他现在滞留在日本 没有归案 恐怕要遭到通缉了 你看这个禁组的报道是这样讲说 根据本案掌握到啦 这个贴身帐房 绰号橘子 现在已经被锁定了 叫做许子余 许子余 他的角色就像是阿扁贪污案 当年的大账房承证会 所以可能会变成 这个案情的重要破口 那周刊还讲说呢 橘子在出逃日本之前 柯文哲还叮咛他 一定要保护好身边的钱啊 橘子迟迟没有到案 最后恐怕也会遭到通缉 那所以我们看这个相关的报道 第二篇又讲说 知情人士说 沈沁金跟柯文哲 在市长室密会 达成互相帮忙的共识之后呢 沈沁金就交代朱雅虎找七位 威京集团的员工 以假政治现金征汇款的方式呢 捐了210万给民众党 对柯表达善意 那朱雅虎道案也坦承 2020年3月份 沈沁金亲自下了口语 要他找七名员工汇款 那目的是为了要确保容积率是560% 那上周大家其实也有听到 这个钟小平在讲 讲说周二会出大事 柯文哲的手机破解了呀 还说这个里面有出现一些闲尸对话 有对于什么女生啊 以及人设毁灭的新三社内容 预告这个周二 也就是今天会出大事 那但是今天他又改口了 他说内容没有那么清楚 但是我们看到昨天在诱胎 跟我投十段的节目 哇 他们讲了两个小时 这些闲尸内容 会声会影的 哇 讲得之精彩 之疯狂 他们讲的内容 是不是都是这样子脑补出来的呢 那明明到了周二 现在也没看到东西 但是这个影射的杀伤力最强 他没有说哪一个周二 每一个礼拜都一个周二 对对对 原来如此 沈姐 慧文哥沈姐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 保台 那可是我们保台 却是对于雷神束手无策吗 美国爸爸要卖给我们这个军购 都用高价 高好多的价格来买 那王定宇就去问了国防部说 我们有没有这个茶盒报价的这种能力 结果我们的国防部战略规划室的司长就讲说 我方没有办法 就是当美国要卖贵的时候 我们连茶都没办法茶 那顾力熊讲说 我们只能在跟美方签约之前 搜集历史价格来进行分析 来强化我方的议约能力 那现在大家讲说 那我们不就是很傻吗 就只能当盘子嘛 当铠子嘛 顾力熊讲说 美国没有把我们当盘子啊 那林楚音讲说 这种操作太巧合了 明明是美方主动调查 却被操作成台湾是盘子 那如果我们出去 比方说我们去这家店家 买了很贵的东西 然后我们感觉到 我们买贵了 可是店家他自己有主动调查 所以他就代表没有卖贵给我们嘛 这不是这样子讲嘛 就是你卖贵是一个事实 我们去质疑为什么我们买贵 但是他完全就是站在说 美方都不会错 不能质疑美国 不可以以美 那顾力熊讲的 他不会把我们当盘子凯子啊 是他们主动调查告诉我们的耶 那你不然不是盘子凯子 你是傻子嘛 因为你连议约能力都没有嘛 那你现在讲说 如果要讲被诈欺的对象 应该是美国政府 所以推来推去就是 没有处理这件事情的能力 我们只能乖乖认清 就是你收好钱 我们就是得认账 得要付账 所以买贵了还不觉得不合理哦 只能吞了呦 那当中会不会有涉及图利 还是不能说的秘密呢 再来我们的预算都花哪去啊 零日攻击 现在被大家讲说 这是超司的翻版哦 因为这零日攻击呢 他们这个零日文创 是2023年去年5月才成立的 马上立刻获得了黑潮计划 还有国发基金投资1.1亿元 可以说是集3000宠爱于一身 那这一位代表人 郑星妹哦 那她其实曾经还拍摄过 蔡英文卸任纪录片 变局下的台湾 所以是不是自己人呢 那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她就可以用86万元 获得了1.1亿的补助 那各位你们会怎么看呢 就是用你们的钱 民进党用我们的纳税钱 来洗脑各位 这是网友的看法 80几万资本的公司 挖了政府1亿多 这厉害啦 再来 斑斑喝鲜乳 四年耗了44亿 全民买单就业者嘛 因为今年只有这个9到12月 初步预算是7.1亿 但是呢 现在目前看起来 好像有些小朋友 还是没有见过牛奶 叶元志就讲 讲说 小朋友还问说斑斑是谁 他们觉得说 为什么斑斑喝掉他们的牛奶 这么冷笑话 小朋友就很疑惑 就我们并没有喝到牛奶 那斑斑到底是谁 这已经变成一个 这让大家觉得很唬烂 就是官员这样摆烂 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 我们先来问一下采薇 斑斑 斑斑不就是那个赖青的 还是蔡英文的那条狗吗 那一只狗狗喝掉了 好 题外话 先讲这个柯文哲 柯文哲的东西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 很多的人会把它下标题 叫做柯文哲的机制 牢笼生活 如果它是一部戏的话 我觉得它现在已经 歹戏脱棚了 而且放出来的消息 其实这个真实性都很低 所以我觉得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民众党反而 它的角色会更加的重要 它要针对这些 不是真实的消息 要去做有力的反驳 但是比较可惜 也比较遗憾的是 民众党通常在这种 可疑的消息 他们没有办法去做 有力的反驳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提醒民众党 要去做一些有力的反驳 否则接下来 只会对民众党越来越不利 那说到这个外国军售 天啊 我觉得 我们的国防部 真的是毫无概念 外国的军售 当然它有它的机敏性 跟它的专业性 但是不代表 我们完全没有查核 它价格的能力 所以国防部说这样的逻辑 真的是非常的奇怪 这代表呢 我们的国防部 我们的军方是 完全没有办法去掌控跟掌握 国际的军品市场 甚至是跟其他国家的军人的这个关系 也都非常非常的不密切的 是非常陌生的 因为通常 如果说我们都是同样的跟这一家买 那我们跟其他国家的一定会有交流嘛 你同样的这个设备买多少呢 那你买多少 我买贵了 这不是应该早就会知道的吗 代表第一 对军品市场 国际的军品市场不了解 这是一个 第二 我们根本就活在自己的空间 自己的世界里面嘛 没有跟其他国家交流 所以呢 现在来说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避免 美国对于我们台湾的这些 军品的一个剥削 根本就是国防部自己不用工 自己没有做功课 所以美国首批军员是在哪时候呢 是1983年的这个弹药 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 其实事实上是比我的年纪还要大了 那这批弹药到底它的效果 可以发挥到什么程度 没有人知道 以及它的操作 会不会让这些操作的军人受伤 也没有办法有人保证 只有顾力雄一张嘴巴说 哎呀 这个弹药都还可以用 但是为什么我们国军 就比别人低吗 为什么我们要去用一个 40年的弹药呢 去操作这批弹药的人 我相信都还没有40岁了 但为什么我们不能拿 好好的来编预算 买比较好的弹药 来给国军使用呢 所以这才是大家 这才是在野党 对于我们今天中央政府的总预算 这么的严谨的一个原因嘛 你钱不知道花在哪边 要逼迫我们都还不到40岁的国军 去用一个比他年龄还要大的弹药 这毫无逻辑可言嘛 对感觉钱我们也没少花 但是买到的都是这种 已经很久远以前的这些火药或军品了 那我们来问一下惠恩哥 则卿那个过期的是送的啦 那是军援 援助的援 援助的援 那个不是军售 就是人家送的过期的就算了 对啊那我们花了那么多钱 还要拿这些 那个是送的啊 那个没有花钱啊 送的不能挑好的是吧 没有 所以我一直主张说 男生女生都去当兵 然后每个人都当两年 这样才能卸我心头自分 因为我当初也当两年 你们就知道说那种过期的担药 是根本不会拿来用的 那个只能报废 谁敢用过期 但如果糖炸怎么办 不肯定死的那些 那刚刚汉廷兄讲那个 我是比较感慨的 就侯汉廷刚刚非常自然的讲说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你去问国民党现在52个立委 看 刘才会就不为难你了 因为我们不熟 我们去问52个国民党立委 每一个人就把侯汉廷两话念一遍 你看他52个立委他愿意吗 就照侯汉廷讲 因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你叫他念这个 因为各位观众朋友 国防部是难得讲实话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查核 因为这个不像你在买东西 你觉得加特府比较贵 那你去全联买 你觉得全联比较贵 那你去7月买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状况就是说 我们没有办法在国际的军火市场 想要买什么 就没办法 就买不到 就是因为两岸的关系 就是因为大陆在封锁我们 除了美国谁敢卖军火给我们 我们联想跟美国瑞典 他们合作研发的一个弹药 我们要跟他买 瑞典就不愿意 但是他怕得罪老共 他就下令说 你不准卖给台湾 那我们的处境就是这么的为难 观众朋友你要想说 从1949年这70几年来 我们浪费了多少的钱 包括凯子外交 支票外交 我们花费了多少这东西 在这种竞赛上面 我们到底要花多少钱 才能够把这些 我就觉得很可怜 所以你看像顾力雄 他昨天到国防委员会 当然兰尾就火力全开 问了什么 问了就上次赖清德发飙的事情 可是即便这么多的国民党立委 轮番上去咨询了 国防部一样说不清楚 我请问大家 我到底是要骂国民党的立委 还是骂国防部呢 因为我是负责看戏的 我只想知道真相说 到底赖清德有没有发飙 到底赖清德有没有羞辱我们的将官 结果我觉得很好笑 关键在这里 总统府教肌科女性专员 然后就问了国防部的一个中将 他说什么 他说我没有记名字 你没有记名字 那我也不怪你 当中将可能年纪也大了 那我请问大家 总统府教肌科的女性专员 有几个人 应该没几个吧 就算你有20个 我就把20个全部叫出来 当初是谁讲的 这有这么难吗 宅宣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现在连问一个真相都问不出来 就问你说谁让赖总统 在8月8号的31个将官面前 大发雷霆的 他到底有没有摔资料 他到底有没有电故立雄 为什么他们都坐着 要问你一个这么简单 这样问不出来 那我就请问大家 礼拜五要吃什么饭 又没叫我 那吃什么吃呢 我不懂啊 你要和解什么 和解可以啊 来 观众朋友来 我就是一个很虐的人 你把他叫出来 反正在交际科应该这个手腕也不错 叫他到点水楼 叫他来啊 你讲清楚你当天到底讲什么 赖总统第一次跟将官查续 还会吐车 那你这个专员你就 一马好了 你是大陆派来的吗 我只想知道真相是什么 你就知道有多悲哀 连问这个都问不出来 好 来问汉廷 看看当前顾立雄跟民进党就知道台湾的卑微和卑贱 尤其王定宇房客先生竟然还有脸来问雷神的这个事情 他还有脸问说我们有没有能力查核 有你这种立委当然没有能力啊 不要忘记了当彭博社最早揭露 而且美国国务院证实的时候 王定宇第一时间说什么 他说哎呀这个就是造谣的内容农场假讯息要来削弱台湾跟民主盟友的关系啊 对吧 这就是王定宇说的话 然后现在林楚音他的大意也是讲说哎呀我们那就是要感谢美国的调查 就是有你们这种立委 难怪被骗 难怪会被当盘子 这简直就是被诈骗集团骗了还得斯德哥尔摩一样 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有人被诈骗集团骗了 我们好心在旁边劝他 哎你可能是被骗了你要小心一点对不对 美国国务院都讲了 彭博社都披露了 结果他怎么说哎呀你骗我 等你假消息 这个美国绝对不骗我 有这种立委 请问未来国防部里面谁敢爆料 谁敢披露 谁敢质疑 要改正的就是像王定宇滞留的这种 绝对不可怀疑美国的心态啊 所以像过去来我们收到这些发霉的烂货 那请问我们有没有